哈喽大家好,我是李飞白,王者荣耀的最高评分是16.0 许多玩家都希望能够打出完美评分,说明你在这局游戏已经做到了极致 能够打出16分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低端局还稍微容易一点,高端局几乎就不可能 然而近期主播薇良在巅峰2600分的高端对局中,打出了满分的评分 直接就是统治级的表现,在这局游戏中,薇良选择了近打野 自家这边的阵容前期比较弱,果然游戏开始两分钟后,敌方主动入侵打架 还好这一波队友支援及时,形成了四打三的局面,薇良收获了两个人头 随后追击残血又获得一个人头,这次薇良全面起飞 前期阵容烈士在薇良的优势面前不止一批,拥有大优势的薇良 直接大摇大摆的入侵野区,顺带抓一下对方的边路 这时候对方的人员,在薇良成敦的伤害面前,已经丝毫没有反抗能力 哪怕是拥有物理免伤的鱼姬也不例外,仅仅是迟疑了一瞬间 鱼姬就在开除二技能之前阵亡了 随后薇良这边开始加速,迅速拿到小主宰 推到中路二塔处,再次打出一波月塔团灭 这段时间的节奏,基本上都是薇良一个人在待 可以说其余四个队友只是薇良的陪衬 在推中二塔的时候,上下路在边路打酱油 而薇良已经一个人月塔杀了对方首塔的三个人了 最后在结算的时候薇良的分数也是直接达到了16.0分 这个分数代表这局游戏中 薇良的输出,承伤和节奏能力都是顶尖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 能够以一人之力带着一个劣势的阵容打成人机局 这是许多职业选手都做不到的事情 薇良目前在巅峰赛的表现,已经见之佳境 冲击巅峰必不是难事 我记得自己最高的评分才15点几分 更别说高端局了 小伙伴们最高打出过多少评分的 我是李飞白 记得点击订阅按钮 可以收到我的最新视频